向往三第三季录制地点一店 黄磊梦想破灭 他将替代大华 各位看官下午好了 又到了小编BBB八卦娱乐的时间了 各位看官准备好了吗 下午的时光还是很美好的 除去这门热的天气 其他的都是美好的 在室外工作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当心避暑 这样的天气看看小编的八卦 可能会好一些优皮 一下很开心 好了 下面又到了八卦分享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 向往的生活这档节目了 据悉第三季的地址已经选好 还是原生态只是缺少了一个魔鬼屋主人 什么情况 跟随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 说到这档慢生活的真人秀冬一节目 自第一季开播以来 就吸引了无数网友为关注度 这样的生活也让不少网友羡慕 明星真人秀综艺节目 在近两年很受观众的欢迎 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不愧是领先人物 这档节目更是把模糊 中的两个小鲜肉 蘑菇屋的主人走红 刘宪华和彭玉畅在节目中凭借着熊孩子的本性圈了不少的粉丝 何炯和黄磊作为这档节目的大家长 一个扮演慈母 一个扮演严厉的父亲 很是其乐融融 这档节目的意义也在于让人回归自然 不再去向城市的浮华 生活中的压力太大 这档节目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回归本身 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就和这档节目的名字一样 向往了生活 节目中不仅有蘑菇屋的四位主人陪伴着我们 更有拆卷小H和小O 老点在前段时间已经去世 在刚来到蘑菇屋的时候 就被黄老师奠记上 如今真的病重去世 黄老师也是最伤心的一个 陪伴了两季却突然离世 不论是人还是动物 相处的时间久了感情都会很深 老点也不意外 每一次蘑菇屋的选址 都是会选择一处静谧的地方 第一站是北京的郊外 第二站是杭州的农村 第三站又会在哪里呢 最近晚上曝光了一组照片 原来是节目组带着人去选址 此次的地址竟然是在福建 福建确实是个很不错的地方 有山有水 黄老师心心念念 想起游海的地方 此次也是落空了 不过看着晒出的照片来看 第三季的农活应该不会少 这是比在杭州的远的还要大 在节目播出后 刘宪华和朋友与畅的表现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争议 有言只要换掉刘宪华 第三季的人选是范诚诚 还未官宣 一切都未得到证实 还是期待大华在模糊 将往翻第三季录制地点已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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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